住在花莲县秀林乡的家民村居民 在慈祭志工的号召下 一起走入社区来种树 有许多村民热情响应 是不分大人小孩来身体例行 共同响应这个 惊天爱地的活动 惊天爱地一向都是原住民部落 最重要的传统 得知可以种树 村民一早就赶来领取树苗 人多到大牌长龙 村民还得一一唱名盛况空前 几个人帮忙啊 马修一 其中这位先生还住在拐杖前来 虽然行动不便 不过说什么也要把树苗带回家 回到家拐杖放一旁 他靠着手臂直升的力量 亲自把树苗种下去 要种树啊 地球才会暖化 保护地球的观念来自慈祭人 在地长期的关怀 继上周慈祭志工来到村内 为全村的人进行健康普查王整 这次是受家民村长之邀 特地前来和村民一起在社区种树 去年种了现在树苗 存活力都蛮高的也很漂亮 所以说我想说这一次 因为在办这样的活动 是希望是村民一起参与 我是希望是以后我有什么活动 我都会邀请慈祭的一起来参与 慈祭人照顾江明春 计划举办还给自己健康的活动 但愿从大环境到个人健康都兼顾 希望村民大小乾坤都能协调平安 在新闻龙小慧正式名画链报道